《连家船,我的家》 《小学乡土课程》中的一篇文章 这个连家船是一艘小小的船 那我们的生活就生活在这个船上 虽然讲课的连友生是一名数学老师 但整个学校没有谁比他 更适合讲这堂课了 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连家船里 餐桌也是用一块正方形的板 就当成餐桌 就像课文中所说 一条小船一张网 曾经就是连家船民生活的全部 从连家船走上岸的连友生 正是通过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而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海还是那片海 但连家船民的生活早已不是近视的模样 穿行过惊涛骇浪 与海语天风的他们 以跌宕起伏的命运变迁 书写了走向新生的历史性篇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店�导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